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 Finance 730 財經新聞 Recap 開始之前,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 Like, Share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的話,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最新的節目推介 錄影時間是 9 月 20 日下週 有件事,香港連續 47 年考第一 但今年就失落寶座 不再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升上榜首的將會是香港的長年敬敵,新加坡 加拿大智庫發報告指 隨著國安法在香港實施,內地軍事干預香港法治 而在貿易壁壘及勞工政策上限制國際貿易 令香港以 0.01 分, 輸給私承 聲言要重返國際舞台的港府,即刻發聲明反擊 批評相關論點,屬完全虛構及違反事實 又強調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 不過,今次降級都已經不是個別例子 自 2021 年起,美國華府智庫 就剔除了香港、澳門的經濟自由指數排名 還說,為了符合國安 直接將兩地納入中國之內,齊齊共享排名 今年,中國、香港和澳門就在 184 個國家裡排第 154 當香港不再考第一,對實際經濟有甚麼影響呢? 傳統上,外資企業都會將區域總部或盈利的重心 佈置於經濟自由地區,享受低稅、低法律風險 以及低貿易衝突的便利,香港都是首選之一 不過,三年疫情禁令令多家外商宣布撤出香港 遍及投資銀行、時裝及物流業 而美國駐港總令市更說,有兩成美國居民已撤出香港 有人走,便自然有人來 不少國內企業乘勢接手 例如抖音舞公司,智捷便於 22 年進駐 IFC 而中石油亦接手了瑞士公司空出來的 14 尺中環寫字樓 今年租出的商客單位裡,有 29% 租客都是中資公司 比例連續三年競升 不過,有評論分析,香港在資產管理及股市方面的吸引力 依然是勝過新加坡的 例如,私募基金規模比私城大三倍 而股市市值亦比私城高六倍 所謂的經濟自由度排名,其實都是一個滯後指標 今天的排名下跌,只是反映去年以來 本港營商環境的負面因素 話雖如此,如果港府想再考第一 除了要出聲明回擊之外,相信都要在玩流外資 及招商的外訪行程中做足功課 最近恆指在 18 點關口徘徊 今日成交還要得 712 億,是至 6 月以來的最低 反觀美股 IPO 就非常旺場 繼上星期介紹的晶片設計商 Arm 之外 拆新兩年來的最高 IPO 估值 美國最大雜貨電商 Instacart 亦在昨晚上市 最高更加一度拉升到 43% 收市就暴升 12% 估值超過 110 億美元 濟新今年上市的最大公司之一 作為金主的風頭基金 例如紅燦資本亦頻頻撈底 因 Instacart 在 2021 年估值到達 390 億美元 現在口價等於打三折 據彭博統計,今年美股只集資了 210 億美元 與 2021 年的牛市相比仍是十分之一 幸好新股陸續有來 未來日子上市的公司包括歐洲鞋廠 Birkenstock 數據商 Klaviyo 等等 估計可以募資超過 80 億美元 嚴港股門的投資者,不妨可以留意下 未來這堆美股 IPO 吧 聯儲局會在香港時間凌晨 2 時公布議息結果 利率期貨顯示市場接近 100% 認為聯儲局維持現有利率 即是 5.25 至 5.50 里的區間 但市場對於 11 月及 12 月的看法就沒有那麼肯定 因為這個冬天的通脹,很大機會因為原油價格飆升而更嚴峻 正如之前提到,產油國沙特與俄羅斯的聯合減產 令大行預計油價即將突破 100 美元關口 而原油除了與消費有關,亦主宰著生產的成本和速度 所以原油價格飆升可能會令美國的軟著陸充滿障礙 成為環球經濟的不確定性 今日時間到這裏,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Like、Share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鐘仔,最好看廣告,讓多支持我們吧